欧盟27个成员国是一致同意 要实施欧盟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边境封关 未来30天内一律禁止外籍人士 在非必要的情况之下进入欧盟 一旦执行这将会是疫情爆发之后 一次牵动最多国家的入境限制 边境公路宛如一座超大型停车场 卡车货车一台接一台动弹不得 车楼名言超过60公里 都是排队等着从立陶宛进入波澜 疫情爆发后欧洲各国接连宣布实施边境管制 但仍挡不住疫情扩散 欧洲44国全部沦陷 于是欧盟祭出更严苛禁令 在27个会员国一致同意下 欧盟史上头一遭大规模关闭欧洲边境 未来30天内禁止外籍人士在非必要情况下 进入欧盟 只有已经脱欧的英国 以及四个欧洲自由贸易联盟会员国不受限制 欧盟承诺会在各国边境建立快速通道 确保食品药品供应不至于锻炼 让民生冲击降到最小 但早在欧盟开闸前 内部多国早已自行实施边境管制 也引发人道危机 像瑞士日内瓦 60%医护人员都来自法国 开车到瑞士原本通关只要45分钟 如今得花上三个小时 还有原本就弱势的外籍工人 卡在边境无法工作 经济困境 雪上加霜 但面对严峻的疫情挑战 不容一丝慈悲 近来屡屡陷入分裂的欧盟 难得团结抵御外务共同 对抗疫情 记者刘家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